Lets Unbox! 我是杜房 又來到每個月一次你們最喜歡的玩具爆箱情報 跟大家看看Bandai 今個十月有什麼好東西推出 十月一號 一大堆的小玩具 新無面超人推出的 也是裝動的新系列 Kamen Rider Kids ID 1 這次系列叫ID 還有Kamen Rider Revise 第一彈有Kids Makurum Booster 很棒!有Entry Mode 然後Tikron 很棒!如果它們齊全的Entry Mode 黑黑黑黑的我會吵 很棒! 然後Ultimate Revise 兩個最終形狀 然後Juga 很棒! 自由組裝 今年門面超人就是玩這些裝備 大家換來換去 今次裝動就吃剩下他的飯 可以給大家 上下半身穿白色衣服 下半身穿綠褲褲 又變回白色衣服 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現在錄音的薩娜 還沒有行貨 有部分店鋪回了日版 但也很貴 四五塊一套 我等行貨回了才再買 接著7號 8號 Zombie Breaker 電鋸 很棒! 因為我經常在影片中說 蒙面超人的刀刀劍武器 老實說 這麼多年 我都是甚少賣的 始終它的尺寸實在太不吸引了 肯定電鋸變間尺 很小一把 Poison Charge 但是近年因為大陸那邊 等等 會震動嗎? 這樣就OK 如果放東西會震動 震動就好像有點過癮 剛剛講的 我以往就沒什麼興趣買這些 刀刀劍劍的 但是近年大陸 就經常出一些寶件 就給這些DX武器用 使武器 可以伸延 尺寸再長一些 大把 可能換了那個鏈鋸 再換一個柄 整把東西的尺寸會再長一些 所以 這把東西都可以考慮入 我相信不用多久都會有些寶件 會出的 如果這把東西可以變成大把 即是變成一把電鋸 又會震動又有聲音 都蠻吸引的 10號有這個掌動Double Cross 第二彈 OK 一個全新的掌動 第三世代的掌動 好 接著 W 接著 Heat Metal Luna Trigger Axel 接著Zero 2 哇 正 Robo Rider Bio Rider 哇 好開心 正 接著 擴張Park Set 一些 刀刀劍劍劍 那些 W 現在Axel 近來大熱 風刀偵探 所以 掌動現在出W 都是 大勢所趣 好 之後再下 上 上 嗯 扭蛋類為主 OK 十四號 哦 十五號 DELUX OMIGOJI PHOENIX 哇 這個 寶太郎戰隊 這個 ORITIZEN的 強化 鳳凰 黃金的鳥 那隻鳥 就可以陷入槍裡 另外 最重要就是 當然 給這個ORITIZEN 有一套新規格 GOLDORITIZEN 黃金鬼推神 OK 哇 成餅 這樣 這個 挺帥的 哇 這個盒 都要七千多日子 都要四百多五塊錢 這隻 都要 好 之後同日 也是十月十五號 這個DELUX NINJA RASE BUCKLE 這個忍者的BUCKLE 有這樣的病 比較大型小小的RASE BUCKLE 之前出了一大堆小小的Item 這個是比較大的 那些 可以有這個NINJA Booster Form 是不是有連動聲音 好 就是這樣的 好 之後還有一個DELUX 這個忍者的BUCKLE 專用的武器 雙刀 然後就變成一把大刀 然後它中間有一個圓圈可以轉 手裡劍DISK 回轉 然後就可以啟動必殺技 好 包裝就是這樣的 然後十七號 然後二十一號 好 二十二號就是這個Ultra Action Figure Ultraman Degga Dynamic Type 這個Degga的最新的強化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最終變身 總之是強化方法 好 哇 全身有些紅白藍的間條 另外還有一把很奇怪的武器 有兩團火 當然最重要就是還有一把劍 可以給之前Degga用 全身十八節關節可動 這個Ultra Action Figure 廉價可動版 我自己主張會買一些 SHF 比較沒有什麼機會出 或者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的角色 會比較好 這些強化方法 還有那些普通方法 就是Degga 基本方法就是強化方法 就肯定出SHF 因為它的尺寸跟SHF一樣 所以我會等SHF才買 同日也有這個Degga SHF SHF 有兩個火焰 然後又可以變回糖 所以叫SHF 所以叫SHF 三重變形 可以變回旋錶 然後又有什麼 葵刀 然後也變盾 三變化 必殺技聲那些 基本的東西 OK 這個作為玩具 就好像有些 有些不太吸引 哈哈 好 然後同日也有一個系列 我自己本身其實很喜歡 不過我略為有點貴 這個就是一個 Bandai自家研發的 一個變形合體系列 Ulittle Robot 今次有新機體 大笨象 但是什麼合體 噢 噢 Pancake 那些熱香餅 Pancake 那些 我最初 縮小圖以為是龍燒賣的點心 OK 這個熱香餅 再加上 那些 鏟泥車 對 兩樣合體變成大笨象 瞬間合體 對 這棟成龍燒賣 但是它的表面就有一些牛油 那些果醬 這個系列是挺有創意的 不過我經常覺得 略為貴一點點 我平均看到都要一百五元左右一隻 好 之後還有多一架 這個是 嘩 整架傾租 這個是什麼 噢 企我家 企我家 這個單反相機 CAMERA 哈哈 這個東西是挺有創意的 QQ的企我家 我家的單反相機 然後變成一隻這樣的機械人 都挺過癮的 便宜一點就好了 都是22號的 除了兩隻機械人之外 這個 Niboru Change Figure 即是規制版的Giz Booster Leica Entry Set OK 這個叫Booster Leica 今年的電單車 可以變成巨大狐狸 這個都根本必買item 就是電單車 現在等SHF出 都比較難 唯有買規制版玩 那為什麼叫N3 Set 因為它送了N3 Form的上半身 因為規制版Giz 只有Booster和Magram 如果你要那個黑套套的 你就要買這輛車才有 OK 可以做回戲裡面那個 這個造型挺漂亮的 紅色上半身加黑色下半身 這個挺不錯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個 全黑色的N3 Form 你要買兩架車 才可以組成一個全黑色的Giz 哇 真的 真的懂得賺錢 24號有這個 Shokugan Modeling Project 勇者特級Maito Gai 哇 哇 超能嘉義 Oh My God 對呀 我很喜歡超能嘉義的 這個我也訂了SMP版 OK 哇 贏得瘋 哇 杜輪劍 很有型 超能嘉義 火車 另外兩架 細車合體用的 嘉義 另外這個 會飛的火車 這個是有些爭議性的 以前小時候 經常和同學笑的 好 就這樣的 包裝也相當有型 希望我抽到時間 盡快組裝 我自己都很期待 好 之後又是那些食玩 24號 超動Alpha Ultraman 3 這次就是這個 Dagger做主角 然後是Daina Saga 然後就是一個 Koruna 一個就是Luna Milla Koruna這個真的很深印象 因為 因為肺炎 它叫做冠狀病毒 剛剛Koruna就是月冠 日文肺炎 冠狀病毒就是Koruna Venus 所以那時候 我們開SHF 狀症就是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被Youtube黃標了Koruna 所以對這個形態很深印象 好 接著就有些擴張套 飛機 盾 那些東西 死光Paxe 這麼多 門面超人 食玩 Shodoku no niku Kamenai da Kabuto 2 這個 Hyper Kabuto 哇 Hyper Kadaku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是Hyper Kadaku 第一次推出的可動玩具 不可動好像有推出過 食玩玩具還是怎樣 我不太記得 但是可動玩具 應該是第一次推出 這隻很有紀念性 之後就是Dakabuto Kiku Hopper Punch Hopper 這次會舒服一點 只有一個有Mask Form 只要組裝這套甲就夠了 哇 上次組裝那些盔甲 黏到我黏了 因為它 每個LIDAR都有Mask 和LIDAR Form 兩個貼貼紙 黏到我傻了 這次只有一套甲 輕鬆很多 29日有Deluxe Spider Phone 這個蜘蛛電話 原本 也是對這個電話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興趣 因為以往 這幾年 拉打電話很喜歡 變成車 變成那些 載具 那麼 今年就變成了一隻蜘蛛 但是 試完 看完這套Kidzu之後 就看到他們的主角群 經常拿著這部電話 檢查一下分數 任務 目標 覺得 有點想要 因為這個東西 都是Kidzu裡面 參加這個Desire Company 的LIDAR 一個 常用的道具 檢查分數 檢查玩家資料 變成了 又有點想買 哇 正啊 它有比賽的 聲效 然後有浮世英秀的 背景 有這個 占卜的玩法 好 之後 正啊 Movie Monster Series Kamen Rider Black Sun 這個就是 夢面超人 Black Sun 第一款的玩具 那些 空心膠公仔 哇 好像做得很漂亮 哇 都成 二千英一隻 夠幾水 有點詭異 接著 31號 有些 暴太郎戰隊 東Brothers的 勇動2 之前已經被人劇透了 這個強化方 Goruto Momotaro 好 有個黃金盔甲 接著有這個 Doragoku Doraboluto 接著就Murasame 哇 很想要Murasame 哇 都挺有型的 這個 還有Murasame 這套已經不能離開了 只有同日 都是31號 哇 用不需要這麼趕時間 月頭才出 ID-1 月尾就出 ID-2 一個月出兩套裝動 好 這套裝動 咦 比較少 只有三個角色 算他 神經病 大佬 好 有這個 OK BOOSTER上身 Murasame 下身的Gudge 还有 尼音 猫仔 很棒 我喜歡 Entry bulbs 你什麼都沒有 這樣最好 接著 Buff 又是必買 那些三大主角 這套裝有三個 也都逼買 但只有三個很好 有多怕 一個月出兩套裝 �지不 tub 好 好 看完一般發售之後 就滑 places 混賤 那邊看一看 Tamacelation 這個是什麼 這麼有趣的系列 有一個是吉田 有一個擺設 挺過癮的 一隻一隻彈出來變身 畫面 有太郎 迪加 Meverus Zero Tiger Zeto Trigger 這個不錯 1100一粒 又不是太貴 這個不錯 之後就有SHF 的家旋 挺有趣的 表情又夠豐富 放這個Sagiruga 那個樣子 很棒 這個 很棒 挺有動感 還有他的玩具 巴魯坑 300 一套兩隻都很棒 準備戰鬥 來吧認真 Sagiruga 之後就是SHF 的阿士多拉 真的不好意思 忘記了 阿士多拉都會出SHF 訂了完全忘記了 沒問題 這些舊的鹹超 可動一定很好 沒什麼裝甲 另外一條 兄弟合作技 買回來和Leo 一定要放這個動作 兩兄弟合作的畫面 之後 近排大熱的動畫 SPICE FAMILY Anya Hashi Anya WakuWaku 不知為何最近一見到他 我就想起曾智慧 哈哈 不是 個人的Anya 這隻 一定多人買 Kawaii 這個是老爸看上去的角度 嘩 聽到別人的心聲之後 嘩 他是殺手 嚇死人 嘩 當然 狡猾 這些動漫角色 跟剛才嘉船一樣 你多幾個 這些 賺鬼表情 就很好玩 那些公仔 好 之後 這個SHF的 東波摩塔羅 這麼快出 好像訂了沒多久 一劍一槍 相當之有型 動作 突然 飛起 這個是宣傳海報的動作 也可以跟之前 San Keisar 放在一起 感覺上 上次San Keisar 我就說 手好像有點過長 這次好像也是 跟上次差不多 好 再來是SHF 無面超人Rebuy 好老實 真的 這個形狀 我差點忘記了 有這個形狀的存在 用得很少 不過 出奇地 很有心機 去設計 這個形狀 幾個 一號的 毛面超人 即是Kuga Zero One 一號 幾個 連份一號的 毛面超人 都有些 元素 譬如說 Kuga的雷 Zero One 配色 腰帶 也有1號的 封車 但是這個形狀 用得很少 這個厲害了 這個擺在雲展 也是擺了很多次 終於正式出場 SHF Kamenlider Arc Zero 還有這個 Arc的Effect Parts set 有什麼Effect Parts 看看 Arc Zero 不用介紹 全黑色的邪惡戰士 這隻應該是很細合 因為它沒有什麼武器 應該說它可以 用完劇中所有武器 但其實它不需要 它一起手頭足已經 毀天滅地 這個就是Arc Effect Parts 接著可以困住Zero One 不斷詛咒它 它有公視包散彈槍 也有一支武器 不破和印B的槍 接著Horobi的弓箭 咦 這麼多武器送的 哇 跟回三款武器 給它這麼棒 所以先叫做Arc Effect Parts 除了一些字之外 還有三款武器 給它 OK 挺好玩 好了 很快又跟大家 看看10月份 有什麼好東西出 都是那句 希望這條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這個月份 看看可以安排一下 那些錢 怎樣運用 怎樣花 好了 今集暫時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HARE給朋友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